武神主宰 第5719章 恢复记忆 作者 按摩师 死灵大多数都是群体活动 胆敢单独活动的极少数 因为单独活动的死灵 很容易被其他死灵给吞噬 此刻在这城堡之中 一头绝美的死灵 被围在了一个房间里 赤言 你的一切都是巴凯大人给的 巴凯大人对你的耐心是有限的 别让我们难做 一群死灵对着中央那绝美死灵冷冷道 那绝美死灵摇头道 你们去告诉巴凯大人 我很感激这些年 他对我的照顾 可我的心里已经有别人了 其他死灵脸色大变 怒声道 赤言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巴凯大人对你如此用心 你竟然还敢喜欢上其他死灵 若没有巴凯大人 就凭你一个 你怕是早就被其他死灵 抓去蹂躏至死了 岂能活到现在 在场诸多死灵巨士神色愤怒说道 巴卡 乃是这座城堡中的王 是一名强大的半部大帝 在这座小世界中 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拥有自己的领地 他麾下自然也有着大量的死灵 在场的这些死灵 都是拥护着巴卡这一尊强者的 没有巴卡的守护 他们这些死灵 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 怕是早就死伤惨重 甚至活不到轮回降临了 而眼前这赤炎 是这一纪元中诞生在这里的死灵 虽然修为不算强 但却有一种阴阳融合的抑郁风情 巴卡大人看到的瞬间 就被他那种一雄一词的气质给吸引 而后深深地迷恋上了他 正常死灵 性别只有一种 要么是雄性 要么是雌性 可眼前这赤炎 明明容貌极为惊艳 可却莫名地有一种雄性的气息散发 这种气息深深地吸引住了巴卡大人 这些年 巴卡对赤炎是千一百顺 从来不曾让赤炎厮杀过一次 为生存付出过任何东西 可现在 听到让巴卡大人无比迷恋的赤炎 竟然有了心上人 背叛了巴卡 这让众人如何不愤怒 这么多年 你一直待在这城堡中 怎会有心上人 难道是这座城堡中的其他死灵 说 那个肩夫到底是谁 诸多死灵无比愤怒 他们不允许巴卡大人头上有绿色存在 我不知道 赤炎摇头说道 不知道 诸多死灵一症 不由更加愤怒了 赤炎 这种时候了 你竟还想替对方隐瞒 说 到底是谁 一道道怒吼声 响彻天地 在他们看来 赤炎还在维护那个叛徒 我是真不知道 赤炎摇头 赤炎 如果你有什么对我不满意的 可以只管说 只要我能做到 我一定会去改正的 突兀的 刷的一下 一道身影 骤然出现在了 这片大殿之中 这 是一个身形魁梧 如同一座铁塔一般的强壮男子 身穿一件黑色大肠 傲力虚空 宛若顺意一般 看到此人 在场诸多死灵 急忙贵服了下来 一个个眼前中 带着恭敬和敬佩 巴卡大人 此人正是这座死灵城堡的主人 巴卡 巴卡大人 绝美女子 赤炎也站了起来 微微躬身行礼 魁梧男子 巴卡 来到绝美死灵身前 宽厚的大手 直接抓住了赤炎纤细的手掌 将它放置在手掌中心 赤炎面色一红 用力抽动了下 但巴卡的大手 却如同山月一般 纹丝不动 根本抽不出来 赤炎 我对你的心 就如这流淌的死灵长河 始终如一 这一纪元 都不曾有丝毫改变 魁梧男子巴卡 温柔地看着绝美死灵 如果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可以说 我一定去改 可你不能用这种理由来 阻止我对你的爱 魁梧男子巴卡 目光火热地看着赤炎 如痴如醉 那种雌雄混合的气息 让他闻上一闻 就忍不住血脉喷张 浑身站立不已 巴卡大人 你误会了 我真的有心上人了 赤炎急忙道 还在骗我 巴卡叹息一声 这些年 你一直都在我的城堡之中 虽然有时候 我不在你身边 但是我无时无刻 不再用神识关注着你 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在发呆的时候 你在吃饭的时候 甚至你在做某些 私密事情的时候 我都在关注着你 你接触过什么人 我都一清二楚 巴卡用力抓住 绝美死灵的相间 激动道 是不是因为我的妃子 太多了 所以你才不愿意 委身于我 我可以改 巴卡咬牙道 只要你答应与我合体 我可以将我那其他 一千三百六十七名妃子 全都修掉 只留你一个 巴卡的大手 死死地抓住赤炎 在他的肩膀上 留下道道深深的手印 啊 赤炎痛呼一声 眼角寒泪 巴卡大人 你抓疼我了 我真的有心上人了 不是在死灵长河中 而是在前世 赤炎目光迷离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谁 可我脑海中 却不断模糊出现 他的影子 虽然看不清面容 可无时无刻 不再浮现 赤炎眼神有着迷茫 成为死灵后 他已然失去了 前世的记忆 他所有的记忆 都这一世才拥有的 可不知为何 这么多年 他脑海中一直会浮现一个模糊的身影 深深牵动他的心 前世 巴卡目光一喊 你还在骗我 他刚想说什么 突然 哄 城堡上空 整个小世界竟然波动起来 不仅是这座城堡所在的虚空 整个小世界的虚空 都在剧烈震荡 发生什么了 诸多死灵都惊恐地抬头 之前死灵长河外 似乎有大战 席卷过许多剧烈的波动 但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存在 正在穿越这小世界屏障 直接降临此地一般 难道有强者要降临这小世界 在诸多死灵惊恐的目光中 轰隆一声 远处的天际突然撕裂了开来 可以看到 外界浩荡的死灵长河在流淌 并且在那死灵长河之中 隐隐有几道恐怖的身影 瞬间降临了这方世界 哄 在这几道身影降临这方世界之后 整个小世界虚空都在震荡 犹如主废的开水 极其的骇人 有顶级强者降临了 这座小世界中 所有死灵星中 都流露出一丝惊恐之色 远处一些城堡中 有不逊色于巴卡的强大气息 升腾起来 都惊惧抬头 一个个瑟瑟发抖 众目睽睽之下 这几道身影迅速朝着巴卡城堡 所在掠去 是往这里来的 巴卡心脏狠狠一抽搐 不由自主松开赤眼 下一刻 那几道身影 如同瞬移一般 出现在了这座城堡的上空 什么速度 我半步大地层次 竟然都没来得及反应 巴卡不由地惊呆了 对方的强大 远超他的预料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几个散发着 可怕气息的强者 一共两男三女 其中一个男子气质不凡 高高在上 在他身边 有着一个两个绝美的女子 还有着一个小女孩 淡然看着四周 而另一个男子 则是浑身散发着阴冷气息 那气息仅仅是弥漫下来 就让所有人心神悸动 这绝对是能将他们 瞬间秒杀的强者 此刻 那阴冷男子的目光 死死盯着他 那眼神之中 流露出无比激动的光芒 这强者 是冲我来的 巴卡浑身激动 从对方眼神中 他并没有看到敌意和杀意 否则的话 在对方的气息下 他怕是直接就跪下了 反而 在对方目光中 他感受到了一种火热的激动 巴卡心中 忍不住激动起来 难道 这一位强者 和我有某种特殊的关系 是我前世的父亲 还是什么原因 来这里找我了 在这小世界 巴卡已经高高在上了 可他还是渴望 自己有更可怕的身份 不对 然而仔细看向那男子 巴卡心中突然一惊 因为对方的目光 看似看向自己 可实则越过了自己的身子 是看向了自己身后 那是 巴卡急忙转身 就看到身后的赤炎身体一颤 也莫名激动看着眼前人 眼角 竟是有泪水在莫名涌动 此刻赤炎心中剧烈起伏 他看着头顶上 那莫名出现的男子 两人的目光对视 赤炎明明不认识对方 可却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和情感 在他的身体中迸发开来 那眼前的身影 隐隐地和他梦境中的男子 缓缓重叠在了一起 赤炎大人 就在这时 一道泥男的声音响起 那阴冷男子颤抖出声 声音喃喃 却如惊为在赤炎的耳畔响彻起来 只觉得无比的熟悉 魔力盯着眼前的绝美死灵 激动的眼睛都湿润了 利 利儿 赤炎浑身一颤 口中也情不自禁地吐出了一个名字 他甚至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说出来这个名字 而在这个名字说出的一瞬间 上空那男子再度一个哆嗦 如此一尊强者此刻 竟是瞬间流下了泪水 赤炎大人 魔力激动的脸 一下子都泛红了 瞬间便冲了上去 紧紧抱住了赤炎 赤炎呆住了 他的双手无处安放 可被眼前这陌生而又熟悉的男子抱住 他心中不知为何感受到了无比的安全 你 你是利儿 你是谁 赤炎忍不住说道 只觉得头疼无比 记忆混乱 你怎么了 魔力紧张道 他还没有恢复记忆 宁木瑶突然上前 一指墨地点在赤炎眉心 嗡 无数记忆如同潮水 瞬间充斥赤炎的脑海 本章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次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